Yo 我是老威 最近千職鏈天原突破的組裝版 延遲了一個月 就在這個8月終於在日本發售的 台灣應該也快了吧 天原突破目前為止我聽到或看到 全部人都說是最熱血的動畫 沒有之一 但是模型卻出的出奇的少 最早的時候我在想說 我是不是要買那個千職鏈的合金完成品 但是因為我覺得我真的是知道太晚了 基本上價格已經到五六千了 我也不知道當初預定的價格是多少 反正那個時候就是絕版神物就對了 後來我研究一下海洋堂啊 S啊 合金啊 都有做這種比例比較小的合金啊 海洋堂那個還不是也沒有合金 它只是一個單純的完成品而已 萬代啊 它的紅顏螺顏啊 還有一個配件包 但是我覺得那個配件包真的是那個比例很小 所以那個磚頭也做得很小 沒有辦法呈現那種動畫 那種磚頭十倍大的那種感覺 可是海洋堂做得很棒 我覺得它把整個全部系列都做出來 就是比例沒有那麼大 然後全部都塑膠的 然後我也知道的比較晚啊 所以整套其實還蠻難收起的 所以這樣想一想後來就沒有買了 後來呢 對岸有做GK 是最終形態的紅顏螺顏 那個時候GK沒有像現在這麼普遍啊 想想哇 好貴喔 一個一兩萬塊錢還不能動 所以基本上也是想想而已啊 後來就這樣子天原突破就四五年沒有出過模型 我也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了 直到NX啊 它有出了一個最終形態一個Q版的 我是不是覺得很可愛啦 但是真正讓我入坑啊 是好微笑那一款 就是希萌能夠站在上面的 因為我覺得真的非常讚 就是完美呈現的那個動畫那種樣子 組裝部分啊 就是因為它是Q版嘛 所以可動就不用講 分色也很普通 基本上就是買一個情懷的概念啦 然後好像去年還前年吧 有出了一個十週年的天原突破SR合金 對你看萬代現在基本上都不出SR合金 它全部都在做改設 然後反正它又在魂商店做了一個改設 然後就基本上還因為 衝著情懷我覺得還是蠻多人去買的 然後我也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納悶 為什麼那種堪稱神級的動畫 周邊這麼會這麼少啊 連PVC都非常少 接著啊 牽絲鏈終於想到了 它可以把它之前出的那個合金完成品 來做一個組裝版的 因為牽絲鏈魔神凱撒它很有研究嘛對不對 所以紅顏螺岩啊 這就出了一個組裝版的 而且價格也真的便宜 五分之一 一千出頭塊吧 就可以買到一個組裝版的紅顏螺岩 等待一切都是值得的啦 然後等了真的蠻久的 但但但 但是它在預購的同時啊 對岸居然出了一個正版授權的 合金的天原突破 哇塞那真的是炸了 塗裝細節還有那個高度啊 真的是完完全全碾壓過目前所有出過的模型 而且我覺得 真的不會貴 五千多塊錢而已 跟我之前要買那個牽絲鏈的 一樣差不多五千多塊錢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有點預算的能力 都 基本上我覺得有點預算的人啊 基本都直上了 結果呢 它好不好 它就給你砍單 聽說生產的數量會非常少 而且在日拍的上面價格已經飛起來了 所以我也真不懂 為什麼買個模型會這麼難呢 啊又出這麼少 想想我覺得還是買買牽絲鏈的組裝玩一下吧 可能又過個五年應該會有更精緻更好 然後不會砍單的合金模型吧 我們想做這件事 我們去中心 還有 我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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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